美國NOD的副董事長 Mary Dunker 那麼她給我的個人來信當中提到 聽到這種狀況發生 我想表達我個人的遺憾及難過 台灣韓建疾病基金會是一個優秀的組織 擁有很好的成就 可以分享給全世界 而阻止你去演講 真是一種可恥的行為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所以我們要進入聯合國的門禁當中 就面臨到一個很大的關卡 對於進入這個門禁當中 第一個我們準備了 我過去在美國讀書的過期的駕照 那假定我們這一關過不了的話呢 我們就只好把我們台灣的國際駕照拿出來了 假定我還是進不了 那麼歐盟的這些大使館 他們基本的規劃就是 透過外交的管道的方式 把我帶到聯合國裡面去 我最後的秘密武器 就是此行我攜帶了我的小孩子 Jeffrey 曾子凡 他也是一個罕見疾病的病患 到了當天早上九點半 那麼在聯合國的門口 我們在聚集準備進場的時候 那我就看到前一天晚上 還非常樂觀的一個瑞典的 瑞典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麼他就來跟我說明說 今天上午承受到非常大的來自於中共的外交的壓力 那我的小孩子曾子凡他是持有美國護照 他是可以進來沒有錯 可是當他即使到了會場之後呢 他還是沒有辦法幫我宣讀這個論文 主辦單位如果給我們報告這個論文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歐洲這些國家跟中國大陸之間 外交上很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因此主辦單位認為說 曾子凡可以進來 但是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幫我宣讀論文了